VBA裡面剛好沒有對應的比較好的那個 函數可以取代 Excel裡面這個 這個Dative函數 那可能我們就會需要用到像 直接輸出的話呢像之前是輸出 最後的結果到某個儲存格不過像這個例子是 我如果輸出好我不要 去找VBA的函數我直接用 這裡面的公司直接幫我把它放在這個範圍裡面 類似像這樣按鈕 有沒有 可是輸出的結果其實 背後其實是放公式 其實我們只是怎麼樣 把原來公司放進來而已 那你放進來之後他會自動幫你執行這個公式 那就會看到最後的結果 那一般你工作裡面還是會遇到就是說你可能只需要把你原來做的公式 放到某一個 範圍裡面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其實這裡面的程式只有三行 那外面其實有一個 這三行裡面基本上 一定是for i 等於第 15列到第19列 因為這底下這邊 那你如果不用19你可以把這個 這個刪掉好了 底下那可以這樣向下偵測 15 Ctrl 向下 也可以追蹤到 然後 再來做什麼呢 在這一欄 H欄 就Sales I列的 H欄 輸出什麼呢 輸出這個公式 那輸出公式可能要注意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這個撰寫的方法 1 插入模組 2 插入一個程序 叫年齡 那再來就是說呢 我插入一個 這個 一個回圈嘛 15列到19 這個前面都寫過了 那可能比較關鍵的地方在哪裡呢 就在這裡 其實 後面就是輸出一個假設一個空的啦 不過空的裡面呢實際上就是要放一個公式 但是氣得 如果未來你們將來遇到 你有必要把公式 放到 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話 注意兩個 兩個原則 第一個就是說呢 你如果要把公式 這你剛剛做的 你可以先把它複製 好 複製之後呢 記得從頭到尾把它整個複製 複製完記得取消 這個一定要取消 因為如果沒取消之前的同學是 切不過去啦 因為點不下去 為什麼因為優標還在這裡 取消一下 複製完之後呢 其實直接把什麼 把公式貼到這裡面來 但是貼上之前 你恐怕要注意幾件事 你要把 這裡面的 因為我們原來已經有雙引號了 這是VBA的雙引號 這個是Essale裡面雙引號 那兩個他會混淆 他不知道到底是裡面還外面 所以在VBA裡面 如果你要輸出公式的話 在公式裡面如果有雙引號 記得把一個變兩個 也就是在Essale公式裡面就變兩個就對了 那第二個當然 不過特別主要你現在移開他一定錯了 主要原因是因為他不知道裡面還是外面 所以 我把它 但是你會發現從頭到尾 有非常多的雙引號 那你要一個個改 其實非常麻煩 像我的習慣是 把祭司本打開來 貼上去 這邊有這麼多個個 以往是一個一個慢慢改 不過我發現我以前常常遇到一個狀況 即便我很細心的還是改錯 為什麼 會漏掉一個或漏掉幾個 所以後來我發現一個 一招很簡單 取代 什麼呢 一個 取代成兩個 然後按什麼全部取代 按一下就好了 這樣子保證不會錯 OK 這招真的很好用 因為我以前就慢慢慢慢改 那我吃進苦 就是常常就是奇怪 好像都改了為什麼還是不行 還是紅色字 因為 真的 用人工來加 一定會錯 所以有偶爾拿你 你可以用什麼 用祭司本 當然你用偶爾也可以 如果我發現祭司本開比較快 用取代的方法 裡面的全部取代 一次就好了 那第二個當然如果你把這公式貼上 其實就不會發生錯誤了 可是你貼上之後你會發現 如果你來把他執行的話 這個地方他會幫你把公式 直接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邊 我把它拉過來 輸出 先把它清除 那你輸出的話你會發現 全部都是 怎麼都是同一個人 很簡單 因為你剛剛15 這邊都15 所以你底下都15 所以你必須把15 改成什麼 改成I就可以了 OK 就是說呢 把那個 固定的15列 改成I 那他那個I 就會 跟著回圈 變動 可是問題 你特別注意就是 你那個 這個 15 要改成I的話 這個邏輯跟剛剛那很像嘛 那個N嘛 N裡面要放一個 公式 那我們做什麼呢 雙引號雙引號 移到中間 and 再移到中間 再加一個I就好 那不過 VBA多一個步驟 空白 不 and 前後加空白 這樣就OK了 那做好一個之後 你可以把 頭 雙引號 尾雙引號 複製之後呢 把它 貼到另外一個 這個15 那因為總共我們做了三個15 給我們 ADI不用了三次所以會有三個15 做完之後呢 其實答案就出來 所以以後 你要把一個很複雜的公式放在VBA裡面就兩個 兩件事 1 雙引號一個變兩個 2 裡面的列號改成這個I就可以了 那做完之後其實我們 最後的結果 就OK了所以我把剛剛東西 再把它貼上 從頭貼到尾 那貼的時候特別重要 最好乾脆重來重貼好雙引號 移到中間把它貼上 好 這樣應該大功告成清楚的 清楚我想應該沒問題了前面講過很多遍的 輸出這個可能就比較 有沒有發現 全部都貼 那裡面的話他會15變16 變17 一直到變19 OK那就完成了 那這個很重要 因為未來如果你有很多的公式 你假設不想要重新思考 VBA怎麼寫的話 你乾脆就把 公式輸出就好了 兩個原則就可以完成了 所以 這個地方他特別 但是 最後還有一點 因為也是同學問的問題 因為你貼上之後你會發現 從頭到尾這麼長 那你有時候拉來拉去 其實不方便 所以怎麼樣 你會想說那可不可以折行 折行意思是說呢 我那個上面這一行要能夠換到下一行 那當然你有時候想說從那邊開始Enter比較好呢 那你會想說找個位子 從這邊Enter Enter 之後你會發現一定會出錯 你不能隨便Enter OK 如果說你今天有一個很長的公式 你希望把他折行 那折行之後呢 上一行跟下一行要是同一行的話 請記得一個原則 一 請你找到串接符號 那我習慣是 有沒有I前面會有一個 前面一個後面一個嘛 我習慣會找後面一個 他前面這個也可以啦 後面這一個 的空白 空白 空白留下來請你在 串接符號後面空白 的後面 加上一個什麼呢 底線underline 之後按個Enter 再移開的話呢 這樣子他就會把 上一行跟下一行當成是同一行 關鍵就是說Enter 其實就是這個 Enter跟空白 後面加個underline Enter就可以了 你不能隨便 任何一個地方 而且這個Enter 還要是外面的 這個Enter 你不能用那個裡面這個Enter 這個是公式裡面Enter 你不能說看到這個 你就自己空白 然後再一個底線 不行 一定要是 所以我講過 I的這個前後 比較習慣用後面這個 加個底線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完成這個 輸出公式的部分 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部分 畫面先忘記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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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